听众朋友你好 欢迎收听本期的今日关注 我是主持人马伟然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的嘉宾是资深媒体人徐一凡 一凡你好 你好委员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美国财政部长耶伦警告说 中国对俄罗斯的立场将会威胁到其融入全球经济的进程 耶伦呼吁中国采取行动协助结束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战事 他说中国最近确认了和俄罗斯保持特殊关系 热切的希望中国利用这种关系做一些积极的事情 帮助结束这场战争 一凡 中国的协助对美国来说真的是这么重要的吗 这个问题我觉得我们要分两个角度来说 第一个以中国现在的实力 以及它和俄罗斯和美国的这样的特殊关系 如果它完全站在美国和西方一边 然后譴责俄罗斯甚至对乌克兰提供援助 我这里说的是军事方面的援助 因为人道主义援助 中国一直在对乌克兰在进行 但是军事援助是不可能的 所以如果中国采取这样的行动的话 只要打个括号 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但是如果咱们假设 如果中国采取这样的行动的话 那肯定会对战事有非常大的影响 因为俄罗斯目前在俄乌战争爆发以来 在世界上的不能说盟友 因为中国的不结盟政策 中国也不能算是俄罗斯的盟友 但是说在这个战争方面 站在俄罗斯一边或者是偏向俄罗斯一边 甚至站在中立的这个国家 是属于是少数 非常坚定的支持俄罗斯的 比如说白俄罗斯 叙利亚等等 是非常非常少的国家 然后绝大部分国家是站在了乌克兰的一边 甚至可以说是站在了这个美国和西方国家的一边 那像中国和印度呢 就是一直是就是一种中立的姿态 甚至是这个印度 他甚至比中国要更偏向俄罗斯一边 然后也都是出于各自的这个战略考虑 那我们说了这么多呢 就是说其实就是对于这个俄罗斯来说 就是他的在这场战争中站在他的一边 甚至说协助他的国家是非常少的 那如果中国就是如果完全站在美国一边 站在西方国家一边 那显然是对战事会有很大的影响 更不用说俄罗斯现在就是处于一个 就是想本来有一个闪电战的计划 但是没有实现 现在甚至我们可以说已经陷到战争泥潭里的这个感觉 就是实力虽然还是比乌克兰强 但是很多问题就是已经涌现 就是不能说俄罗斯就会打败吧 但至少就是没有我们之前设想的就是俄罗斯的实力比乌克兰强那么多 很可能很快就会就是以俄罗斯胜利的结果结束这场战争 这个就是很难实现了 之前这个就前两天这个黑海舰队的这个莫斯科号已经成了 那俄罗斯也是官方宣布了这个消息 所以这个战事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中国这样一个对俄罗斯很友好的国家 然后又导向俄罗斯的对立面的话 那显然是会对战事产生很大的影响 那从这个角度说是这样 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那从美国和西方国家的角度来说 那如果中国完全站在他们那一边 那显然是会对这个战事就对他们的战事就是会一个 当然他们不是参战方了 但对他们的他们所支持的乌克兰一方的这个战事会 会这个优势会有很大的这种提升和扩大 这都是毫无疑问的 但是耶伦说这个话 甚至说呢就耶伦他是在这个华盛顿的智库大西洋理事会 这个演讲的时候说到这个话的 那这他算是一个第一个美国官员是明确的就是说出了这种话 之前那像这个国务卿布林肯在说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都是一个对中国进行谴责的态度 就是说你中国为什么站在这个俄罗斯一边或者怎么样 那中国是坚决不承认的 就是说我们一直是要这个是主张要停止战争 要维护这个主权和林肯的完整 我们没有站在谁那边 中国是这个态度 那耶伦呢他是一种正面的态度去说这个事情 就是如果有中国的协助的话 那对于这个美国呀西方呀这方面的战事 是很有力的这么一个状况 他就呼吁中国就是去协助这样一方 但是总体来说呢 就是这个道理谁都明白 但是中国又不可能走这条路 所以美国的官员正式的提出这个问题 而且是由一个财政部长 一个财政金融方面的官员 可以说是一个专业官员了 提出这么一个问题 那是是为什么呢 那显然就是对中国就是再施加一个压力 就是说俄罗斯他去打乌克拉这件事情 大家都知道其实是有非常复杂的成因的 比如说北约东扩啊之类的 对吧 就是俄罗斯赶上自己的安全受到了威胁 以中国外交部的话来说就是把一个这个大国很有实力的大国逼到角落里 产生的这个后果哈 但是各方面都有原因的 当然我们是一定会谴责战争 一定会谴责一个国家去侵略另外一个国家对吧 你进入了一个主权国家 那你这个行为不管从什么角度说都不是正当的 但是同时我们不能不承认它背后是有非常复杂的历史动因在的 就连美国自己的专家很多也是在说 就哪怕是一些鹰派的专家 也是在说就是美国你做的这个 比如说北约合法90年代做出的这个北约东扩是合法的这些决定呀 它是有可能会产生严重的后果 就是你这个俄乌战争的爆发 有一点美国自作孽 甚至这个乌克兰自作孽的这样一些成分在 就是我们谴责一个国家去侵略另外一个主权国家 那我们同时也要承认这些历史成因的客观存在 你不能去就是谴责某一方都是他的错误 并不是的 他也是有他的理由 他的逻辑或者他所感受到的威胁 这些历史的成因在 所以呢就是在这么复杂的这个 我们刚才说的很多美国专家 其实也是在谴责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做法 但是从美国官方来讲 他就是一直是站在这个普京有战争罪 俄罗斯他是就是完全这个侵略活动是不正当的 然后我们要对他进行非常严重的制裁 是以这个态度就是美国官方的态度 是以这个态度来这个 就是一直保持着这个态度来向俄罗斯施压 那他又提到了那如果中国协助我们呢 可以让战争赶快结束啊 可以让俄罗斯及早收手啊 他提出这一点那目的也就很显而易见了 他也是对中国来施压 就是以一种 其实美国也知道就是像我刚才说的 让中国明确的去谴责俄罗斯 站在美国这一边是不可能的 那中国也有中国的战略利益对吧 中美的关系近几年恶化的这么的厉害 然后美国从很多方面什么芯片啊 这个高科技啊 这方面来对中国甚至台湾问题啊 来对中国进行发难 然后你让 然后俄罗斯本来是就是确立了 就是非常亲密的这个战略伙伴的关系 然后你因为这样一个有着非常复杂历史动因的 这个一场军事行动 一场事件 你让中国就完全去谴责俄罗斯站在美国一边 那谁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 也是不符合中国战略利益的 那美国还提出这一点 这个施压的目的就非常的明显了 他是想让中国的对这件事情的处理和态度表达 就是美国想让其他的国家 就是把中国的这些态度表达 中国的立场推向不正当的那一方面 就是说给大家看看 你看我们说中国就是我们需要中国的协助啊 然后中国如果协助我们 那这场战争就可以很快结束啊 哎你看中国不这么做 那他就没有站在正义的一边 然后就是没有站在这个反侵略的一边 其实这里面很多东西都是值得讨论和商榷的 所以呢就是像我们刚才所说的 就是美国官员或者说官方提出这个问题 提出中国的协助呢 其实就是很大一部分的这个目的 很大一部分的这个想法 还是就是把中国就是还是存这个问题 还是存在于中国和美国的战略竞争之中 还是想把就是中国放在一个非正义的 这个位置上的这个目的是最为突出最为明显的 美国总统拜登呢在周三打电话给乌克兰的总统泽连斯基 两个人呢进行了近一个小时的通话 美方表示说拜登告知泽连斯基 美方将会持续的援助乌克兰的事宜 泽连斯基则发推表示呢 说两人讨论了新的援助计划 以及潜在的经济援助计划 也讨论了俄罗斯的战争罪行 一凡能不能帮我们介绍一下 美国最新的援助计划都有哪些呢 我们从这个简单最为简便的这个角度来说 其实就是这个电话以后呢 就是或者说这个电话表明呢 就是拜登政府也就是美国政府 对于对乌克兰的援助就扩大了 扩大到了重型军事设施 军事设备扩大到了重型武器 然后拜登呢是对这种 对乌克兰的重型武器的援助呢 是开了绿灯 像你刚才所说的 这个拜登是4月13号打电话 给乌克兰的总统泽连斯基 两个人的通话有将近一个小时 然后呢 拜登是说我们要持续援助乌克兰 美国是早就开始援助乌克兰了 但之前呢是一直没有这个重型武器的 然后呢两个人是讨论了新的军事援助计划 还有潜在的经济援助计划 经济援助计划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就算是俄罗斯也说不出来什么 但是军事援助计划呢 之所以是之前是没有这个 之所以之前是没有这个重型武器的援助呢 就是其实美国就一直在强调 我们不是这个战争方对吧 美国不会直接军事参与这个俄乌战争 一直在强调这一点 那重型武器呢它就有点到这个行为的这个边缘了 就是你到底是不是在参与 那俄罗斯如果它宣布 你提供重型军事武器 你就是在参与 你就是等于在向俄罗斯宣战了 那虽然呢就是也不是绝对的 但确实是有这种可能 它这个行动的边界就比较模糊了 所以美国之前是一直在避免这一点 但现在呢随着这个战事的这个不断的升级 然后还有这个胶着 然后俄罗斯呢好像之前就是优势比较大 现在优势又比较小了对吧 所以就是像我们刚刚提到过的 这个莫斯科号的这个沉默哈 所以就是美国和西方国家的这个援助呢 也是在不断的扩大 然后呢总统这个拜登哈就告诉泽连斯基说 对乌克兰最新的军事 军事援助的金额呢要价值8亿美元 提供给乌克兰的军备包括即使有效 而且已经提供给乌克兰的武器 那这部分武器呢 它可能很大的可能哈是没有重型武器的 还有新的高效武器 那新的高效武器呢就包括火炮系统 还有装甲运兵系统 然后拜登呢还同时下令要向乌克兰 增加提供直升攻击机 就是直升机战机哈 所以这都是属于重型武器了 所以呢美国还明确的表示 他这个这个好像对于这个说 是不是军事参与这件事情 也不是那么在乎了哈 因为他明确的表示说向乌克兰运送这批武器的目的呢 是在帮助乌克兰应对俄罗斯 对乌克兰东部地区发动的大规模战争 就是就是已经这个态度就是越来越明显了 从说这个普京有战争罪到现在真的援助这个重型的武器 尤其是这个电话这个表明美国向乌克兰要提供重型武器的这个援助哈 它是表明了美国对乌克兰实施军事援助这一行为的重大转折 此前像我们刚才所说的就是美方其实一直是拒绝提供这种重型武器的 因为会有一个风险就是简单说来就是美国被俄罗斯就是看作战争的一方 然后就等于是看作美国向俄罗斯宣战的 那对于美国的国家安全来说当然是很危险的对吧 它是不想搅到这这趟浑水里面的 但是呢就是现在呢就是好像不惜以搅到这个浑水 或者不惜以自己国家安全受到威胁这个为代价 它也要以这种更为明确的态度来进行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 同时这个援助的这个内容呢也更多更大 所以呢虽然这个美国是已经有了这个重大转折哈 但是泽连斯基呢他还有更大的这个要求更大的诉求 他还列出了其他的乌克兰急需的武器 包括苏式坦克呀还有这个地对空的防御系统啊 还有多管火箭的发射器呀战机呀 然后这个大口径的火炮啊 还有这个装甲运兵车呀 还有这个步兵战车呀等等 大家可以看出这个有一部分是拜登已经这个承诺会 这个远助的了 比如说装甲运兵系统啊直升机战机呀等等 但是呢对于泽连斯基来说可能还不够 所以他还在持续的要求美国和西方国家 对乌克兰进行更大的军事援助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呢到目前为止呢 已经长达了一个多月了 但是这一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是世界上 第二大军事强权的超级大国呢 在昔日加盟共和国的顽强抵抗面前呢 是屡遭重挫 那现在呢也有评论说 俄罗斯军力此前可能会被严重的高估 现在已经不再是美军的同级对手了 对于这样的说法一般你怎么看 我觉得还真的有一些 就是之前有一种说法 就是俄罗斯他本来是打算闪电战打下乌克兰的嘛 那明眼人都能看出这样闪电战打下乌克兰 然后宣布一些胜利 宣布对乌克兰的去今说话之类的 对俄罗斯的这个战略利益确实是更有利的 让俄罗斯付出的代价也更小 然后在国内呢 这个普京也更好向自己的民众交代 结果现在就是拖来拖去 已经拖了你刚才说一个多月 其实已经快两个月了 已经五十多天了 时间是不是过得很快 这个真的是 就是已经这么长时间了 然后一方面呢 是因为这个战争很多的平民 受到了非常大的伤害 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俄罗斯他的实力 确实是在向世界显示 好像真的没有 大家本来以为的那么强 甚至说没有美国以为的这么强 就是让我经常想起 有点像历史上的这个苏联 陷入了阿富汗战争遇谈的那个感觉 现在问题还没有那么严重 然后局势上呢 俄罗斯好像还没有那么吃亏 但是你也确实看出来 他以这种重兵出击呀 然后是这种九十年代 这种战术啊 然后莫斯科号这个战舰的沉默呀 以及很多这个俄罗斯将军的丧生啊 真的已经是向世界 向美国表明了 就是好像俄罗斯的实力 真的是没有这么强 而且说到这个问题呢 我们可以先不说俄罗斯和乌克兰 我们可以先说到这个美国国防部 最近发布的一份报告 是2022年的国防战略 大家可以想见 就是刚刚发布的这份报告 就是前几天刚刚发布 那在一场就是大家都在关注的战争 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的这个情况下 而且俄罗斯就是甚至就是曾经被认为是美国 就是美国最大的军事方面的竞争对手 这几年可能中国的实力有所增强 因为军事实力这个东西 它不是像这个经济实力 就是有这个统计局呀 对于GDP的这个明确的数据呀等等 它这个军事实力 就是各国的军事实力 其实是比较神秘的 就是没有人会把自己的家籍 军事方面的家籍 就是完全像世界的这个显现 那有可能我的家籍非常地雄厚 然后我向你 向你告诉你 我没有这么雄厚 或者是我的家籍没有这么雄厚 我告诉你我很雄厚 你们轻易不要来乱动我 就是各国有各国的战略 有各国的这个就是战术是吧 但是呢 就是大家确实就都知道 这个美国的军事实力 显然是最强的 对吧 那俄罗斯也很强 中国也很强 那是俄罗斯第二 还是中国第二呢 那不一定对吧 因为各国都没有 就是把自己的家籍给兜出来 但是最起码 俄罗斯是前三 那是肯定的了 所以大家都觉得那很强啊 那虽然乌克兰的军事实力 如果跟全世界其他的国家比 也是很强 但是在这种 稳均前三的这个国家的面前 那不是很快就会败下阵来吗 那甚至在战争刚爆发的时候 我们之前也说过 美国和这个西方国家 都没有打算给乌克兰什么援助的 因为他们就觉得 这场战争很快就会结束 结果后面援助越来越多 然后上一问题 我们还谈到 这个美国已经开始向乌克兰 提供这个重型的军事设备了 那就是因为就是过可一战 对吧 甚至可能乌克兰最后打赢 这个战局扭转 这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的 对吧 所以我们就说到 这个国防战略 本来在这样一个战争的情况下 这么引人注目的一个战争的情况下 那国防战略显然应该侧重去 就是说防范这个俄罗斯 对于美国国家安全的这个侵害 就是潜在的这个伤害 但是没有 他这个国防战略明确的提出 就首要任务的第一条 就是应对中国日益增长的多领域威胁 而且他还提出了四大任务 四大任务中居然有四分之三 有三项是明显性针对中国的 这就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说明随着这个战争的进行 美国发现 俄罗斯好像没有这么厉害 对我们的这个国防的这个威胁 国家安全的威胁就没有这么大 那反而中国的实力才是强的 然后我们主要要防范的是中国 那当然了就是对于中国的意图 有没有这个误判 这个本来就是一个长期争论的话题了 那中国一直强调 我们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 那美国一直坚持 中国是在威胁美国的国家安全 对于中国的意图方面 我们不做讨论 那最起码从实力方面 从这份报告可以看出 美国是觉得好像俄罗斯没有这么厉害 那厉害的是中国 我们主要防范的是中国 所以就是也可以看出 就是俄罗斯和乌克兰这场战争 所暴露出来的这个俄罗斯的实力 确实是没有大家 没有美国想象的这么强 所以对于美国的这个主要的精力 然后主要的实力投放 然后主要要防范的是谁来说 通过这个报告 我们也可以看出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尤其是在俄乌战争刚刚爆发的时候 是不到两个月前之间的事情 就是很多的战略家 很多的专家还是在预测 说这个国际关系专家 还是在预测 可能因为这件事情 因为这个战争的爆发 美国不是一直在和中国搞战略竞争 一直这几年 美中的关系是在热化 把中国看作对美国一个很大威胁 可能会有一个转向 可能俄罗斯又是一个更大的威胁 或者说是一个相当的威胁 那有一些经历可能会从亚太方面又转向远东 转向俄罗斯这个方面 结果现在不能说被打脸 至少可以看出好像美国也发现了这个问题 就是俄罗斯的威胁没有这么大 所以他还是要把 而且即将把 从这个战略报告可以看出 即将把更多的经历 还是会投在亚太那一方面 或者说用美国自己的话来说 就是投在印太这个领域 投在印度太平洋这个领域 然后来防范中国 而且也还有一点 就是可能目前看来还没有那么重要 但在未来也许会产生更大的领域上 就是美国和印度这几年 本来是一个越走越近的这么一个态势 但在这个楼乌战争爆发以来 印度对于俄罗斯的态度 对于这个美国的态度 就是印度一直就是是偏向俄罗斯这边的 所以美国对印度可能也会有所防范 就是关系至少不可能按照像之前 一直朝正向朝深入的那个方向去走了 所以在印太方面呢 就是本来美国有一种就是联合 什么日本啊澳大利亚啊印度啊 来一起对付中国的态势 那这一点也是有所改变的 他对印度的防范也会加深 对于印度和印度的这个矛盾 可能也会凸显 那至于这个战略的这个形势怎么变化 还要看未来的发展 但至少有变化是肯定的了 乌克兰正在进行的战争呢 引发了关于其短期和长期影响的许多问题 谁将损失的最多 谁将会受益最多 无论是在经济层面还是政治层面 一凡您觉得 谁是这场战争的最大受益者呢 这个问题真的是很难说 就是其实就我个人的观点来说呢 我觉得可以说是战争是 总体来说战争还是没有赢家的 就是我知道就是 现在有很多说法说 美国是这场战争的最大受益者 那也不是 他不是没有理由的 对吧 比如说呢 就是从经济方面 金融方面来看 对吧 俄罗斯受到了很大的 这个经济金融方面的制裁 然后美元呢 虽然遭遇了挫折呢 然后现在还是就是 世界储备货币单位的特征 然后呢 仍然保持这个特征 然后美国呢 美军呢 依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 而且实力超过了几个竞争对手的总和 然后就是 尤其是俄罗斯暴露了其实力 像我们刚才说的 并没有它显示出来的这么强的之后 那美国就保有了这种形象 就是我们是这个在军事方面是没有竞争对手的 那在舆论塑造方面 那更是了 像我们又联系到我们刚才所说的 就是美国在这个官员 财政官员 耶伦在呼吁中国的协助 其实这和他一贯以来的这个舆论战是一致的 就是说 我们是正义的这一边 是一个国家在侵略另外一个主权国家 这是一个事实 没有错 但是他就忽略了之前的各种历史动因 所以呢 然后美国呢 他又是 他虽然就是现在已经向乌克兰开始提供重型武器了 但是总体来说 他还并不是一个参战国 对吧 他并没有和俄罗斯直接交手 所以他又在一个 也是他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吧 这对于他二战之后的崛起 也有非常大的这个关系 就是他在一个就是远离这种 就是这种火药桶 各种火药桶争端的这么一个地方 他自己就是占有一个大陆的一半 然后呢就是一大半吧 或者说是这个北美大陆的这个一大半吧 就是他会有他自己的这个 他的最起码他的势力范围 像加拿大呀墨西哥呀 跟美国的关系都很好对吧 贸易方面也非常的紧密 但是总体来说呢 我们要说是美国的势力范围 大概是没有什么错了 就是非常非常友好的国家 然后也受美国很大的影响对吧 然后大部分的立场都站在美国这边等等 所以美国的这个势力范围 基本上是占了一个大陆的一半吧 所以就是从这个得天独厚的条件来说呢 他对他自己生产力呀 科技水平的这个竞争优势的这个保有啊 也将是一个比较长时间的事情 所以呢就是俄乌战争对他赢得了舆论 对吧又加强了美元的这个地位 然后他的这个军工复合体军火商 又赚了这个盆满钵满 可以说美国是最大的受益者吧 但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 又可以说是没有赢家吧 就是如果美国他像他现在我们刚刚提到 已经就是像乌克兰提供重型武器 那他有没有可能被卷入呢 有可能 那像现在就是因为乌克兰的这个事情的一个催化 好像台湾问题又又经常被这个美国和西方的讨论 那美国会不会贸然 像美国的议员前几天刚去参访台湾嘛 所以呢美国会不会对台湾采取什么行动呢 然后对台湾采取行动 对于现在实力非常强的中国来说 当然是不可以容忍的一件事情 那会不会因为这个又成为这个美国由胜转衰的 这个转折点呢 这都是有可能的 我们现在预测这些具体的细节可能还太早 但是确实已经有专家提出了这种可能性 所以对于美国来说 至少我们说风险变得更大 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 那俄罗斯暴露了几短 然后乌克兰受到了很大的损失 尤其是平民方面 然后中国呢 就是现在一直在被施压 对吧 然后这个欧洲的国家呢 他们的这个能源可能会断供 然后美国呢又有这样的风险 所以我们要说没有赢家 恐怕也是一个比较合理的说法 好的谢谢伊凡 那么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好的谢谢吴伟然 谢谢听众朋友们再见 谢谢